现代人很习惯依赖导航 不过日前在达仁乡就有一位灵性民众 他骑机车环岛 依照导航指示却越骑越往山里头去 最后还迷路了 赶紧报案向警方来求助 而森永派出所远警 靠着对方的赖通讯软体定位 终于找到这名迷路的男子 也协助指引他正确方向 让这名男子可以顺利继续环岛旅游 许多人出去旅游 时常依赖导航找寻道路 但日前在达仁乡有位灵性民众 骑机车环岛 依照导航指示却越骑越往山区 想再回到原先道路却迷失方向 赶紧报警求助 远警透过离男手机 赖通讯软体定位 顺利找到离男 并协助指引正确方向 本所日前接获民众报案 称自己骑机车环岛入山区 迷失方向求助警方 警方利用手机LINE通讯软体 请黎明分享定位 确认位之后 立即派遣警力前往救援 顺利在南回改高架桥底下的 五福谷西附近发现黎明 并将黎明带出产业道路 当五分局提醒外出旅游的民众 出门前务必多了解当地旅游交通资讯 才能玩得平安又开心 若遇到突发的事故 请勿慌张 可立即通知警方协助处理 找到正确的道路 九条杰大任相报道